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中小国小的王一平 今天念的故事是 茄子二集 毛布有一个小小的种子 而且它只有一颗 种子变大又变长 种子长成了一颗茄子 毛布叫这颗茄子为茄子爱琴 像鸟有爸爸和妈妈 而且每个人都有兄弟和朋友 但是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 我的茄子和鸟比较 高丽太小姐 你是我的男人吗 茄子爱琴问的不不 高丽太小姐说我不不一样 我是高丽太 我是马铃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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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爱琴问的不不 马铃鼠小姐说我不是你的男人 我不一样 我是马铃鼠 你是我的男人吗 不不 马铃鼠小姐说我不是你的男人 我不一样 我是马铃鼠 接着爱琴也相信她哭着说 我的爸爸在哪里呢 我的妈妈又在哪里呢 我的兄弟和姐妹到哪里呢 我的姐妹在哪里呢 我的家人在哪里呢 所以在这时候 茄子小姐走了困难 你为什么在哭呢 你为什么在哭呢 茄子小姐欢等 你说谁吗 你是谁吗 你是我的家人吗 是的 茄子小姐说 我想你看到你 新疆是你的家人 他也是你的亲人 我想你看到你 难过也是你的家人 和我们看起来不太一样 看我们是一个大家人 一个大学的家人 所以他们唱了第首歌 我们是一个家人 一个同满满的家人 南瓜和番茄 西维子和青椒 是一个大家人 谢谢大家 谢谢依依带来监造